家人们谁懂啊 站的高看的远 连看到的风景都是最美好的那一种 上方的内部镜高度呢 达到了两米多 你说和这和家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床铺的安装位置 也是真正的证实了 旅居品质生活不打折 一米五乘以两米的大床 还是西莫斯床垫二十公分的 同时呢 安装位置处于内部空间的C位 所以两边都可以上人 再不用泥房里勾用勾用 两边还给各位车门配备好了床头柜 那如果说你想喝一点小饮料 动一点茶叶的话呢 你看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独立 可以使用到的小冰箱 当然了一楼还有一个 两百多升的大冰箱呢 这里有暖风的出风口 二楼的冷风和暖风 都是有分区进行控制的 这边就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了 一个房车里面两个卫生间 这也太方便了吧 就是为了各位车门在二楼休息的时候 不用下楼去一楼使用 这样一层和二层就算形成完全独立的空间了 一层通往二层的这个大空间 你看和家里面也没什么区别吧 并且啊 在这个楼梯上啊 也做了一些非常细节的设计 给大家进行了一些偷空 然后变成了储物空间 你说这车都已经这么大了 飞翔还这么费劲巴拉的去扣出一些小空间干嘛呢 看着这挺大是吧 轻轻的一个手一抬 它可以折叠起来 为什么又折叠起来 多吃一举呢 当然是 另外一侧巧妙的设计了一个 十公斤洗红一体的洗衣机了 二楼下来之后呢 关闭这一扇大门 两个空间就是彼此独立了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全身镜 方便在这里臭美一下子 转身这边 这么用来叠放遗物的 当然被褥也没问题哦 这边用来挂放衣物的 包括这些空间里面 还暗藏了一些小空间 比如说我们用来放一些袜子 内衣也没有问题啊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配备的就有一个 微针烤一体机了 转身这边就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门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 清亮化设计 铝合金材质的 这个卫生间可老厉害了 来 您自己看 这大冰箱熟悉不 二百六十升 够用不 这里多工能听 旁边一个家大号的外推窗 就好像家里的落地窗一般的感觉 甚至更妙一些 你看 它可以和大自然邻居里的接触 这个位置的话呢 私人对坐 配备的有独立调节 通风加热按摩功能的航空座椅 前方也可以独立调节的商务座椅 中间智能茶台 加大号的家用版的 这个位置 智能开歌系统 这个音乐的效果简直不要太棒哦 连低音泡都有 前方有点事 这个地方坐着也挺舒服的 其实整个驾车舱和后方的生活舱的话呢 也是能够实现通舱的 在他们的上方的话呢 就是一张额头床了 额头床的尺寸 宽1米4 长2米2 还配备了有外推窗 以及前面的一个大大的观景天窗 而内部可用的近高度 能达到100公分 说到厨房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吹它了 配备的电器 什么200多升大冰箱啦 微针口一体机啦 这些都是小意思咯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操作台面啊 本身已经够大了 是不是 我这边再一个翻折板放下来 你看现在的这个可用的平台 是不是吓人 里面的话呢 给您做好的是这样的洗菜盆 水龙头都是可以实现这样的隐藏式的 连切菜板都给您配备好了 旁边有柴油炉 也有电磁炉 而这里下沉式的强排力的车油烟机 保证你在车里面做饭 不用担心油烟问题 上方储物柜下方储物柜 甚至装垃圾的这种垃圾桶 都是隐藏式的 还有这些边边汤包 哇 全部都用来储物的空间 抽屉也都是内外贯通式的 里面的空间设计是感人的 那外面的话呢 简直就是惊人了好不好 两边配备了超长的置物台 你说你在外面干什么空间 你怕不够用 厨房的话呢 给大家配备了三套系统啊 柴油炉 电磁炉 煤气炉 你爱怎么用怎么用 你想怎么用怎么用 上方的话呢 是一个内嵌式的浆棚 长度达到了4米 也是一个电动一键打开的浆棚 您敢相信吗 您兜里装的这一个C1 C2驾照 就能驾驶这款车 这款车的车长是在5米98 车宽2米45 车高3米48 虽然说通过性可能没有那么的优越 但是旅居舒适性 那一定是刚刚的 想要真的做到旅居品质生活不打折 光有以上这些看见的还是不够的 如果水电配置足够给力的话 那才爽呢 在这款车上呢 配备到是有20度的电 车顶满铺太阳能板 1800瓦 逆变气都是8000瓦的 3000加5000 两个独立可以控制的 水的话呢 有450升的清水箱 318升的灰水箱 我说住车一个月 不动车 不挪车 不找外接的这些补助 它同样也能实现 你信不 不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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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打探的 尽力 不动车 不动车 我可以跳? 能不能看 靠緊 不动车